大家好我是三叔公 今天我們來講講天地劫手遊版 明天就要正式公測囉 首抽抽誰比較好 我就來推薦幾個角色給大家參考 請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 開啟小鈴鐺 之後會出更多天地劫的情報及攻略 那我們開始吧 遊戲一開始其實會有這個 新手的池子 叫做烽火從燃 有看我們上一支烽測的影片 就知道 這池就是你可以花10個 十隻印 就可以 十連抽 然後必得這三隻 絕品英靈的其中一隻喔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三隻的 能力 那我們先來看首推的風寒月喔 風寒月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移動有三格 再來我們看到他的天賦喔 天賦只要 氣血高於70%時 法攻就會提高8% 如果主動造成傷害 行動結束時可以再移動兩格 就等於說你主動去打人之後 打完我們還可以再移動兩格 也就是什麼 風箏的概念 我們可以 貼身的 攻擊敵人 攻擊完之後 再退到安全的地方 是一個風箏的神角 機動性跟靈活性都非常的高喔 再來就是他是 冰屬的宙師 那他的輸出相當的高喔 再來我們看到絕學 絕學之後都可以從 五內的系統 也就是像天賦的那種系統裡面點到 然後可以放上去 等級到就可以解鎖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絕學很多 都有附加這個 遲緩狀態 遲緩狀態就是 會減低 敵人的移動力 再加上無法 護衛喔 無法護衛就是 坦沒有辦法幫他坦傷害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 進行攻擊 範圍內 都無法護衛 那我們就可以 針對對方的輸出直接做打擊喔 相當的強喔 再加上風寒月 其實他的陣法 只要上 其他兩隻兵器的英靈 三隻的話 就能啟動 這個懸月 風霜陣 物攻 物防 法攻 法防 都提高15% 好 那滿血 自身滿血時呢 物穿 法穿 又再提高15% 風寒月被封為 這遊戲中 最強的法師喔 所以呢 這三隻的話 首推一定是推他 但先把後面的聽完 再做決定 那第二隻推薦我們看到 陰劍瓶喔 我們看到他的移動3 射程是1 那我們看一下喔 他的天賦呢 只是 主動攻擊中 傷害會提高 那當然 這個天賦 隨著星等增加 會再 升上去 升星等就是你 抽到重複的角色 就可以把他突破上去 那我們看一開始的 數值 氣血高於80%的時候 主動普攻 觸發 追擊喔 再來如果氣血100%的時候 氣血就是血量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會轉為 連擊喔 那他也是屬於一個 單體輸出 非常非常 高的角色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絕學 絕學像這個 就有戰後恢復 傷害數值的 50% 氣血 也就是什麼 類似吸血的功能 那我們看到 這裡也有恢復氣血 這裡又有恢復氣血 等於說 他的絕學很多都是有吸血功能的喔 所以他有 非常強大的 自我恢復能力喔 普攻也非常強 不輸技能喔 那同樣 他也有震法 上其他兩隻的 炎系英靈的話 我們 一樣 增加這麼多 15% 主動攻擊 對戰中的傷害喔 又提高 10% 有自帶震法的 都是很 很棒的角色喔 所以是 第二隻推薦的 那為什麼剛才風寒月說 先看完後面再做決定呢 因為 一開始我們盡量是 每個屬性 一隻英靈 去做培養 資源比較夠 所以呢 這裡你就要 做取捨 假如說你第一隻 去抽風寒月 因為他是冰屬 那接下來呢 你再抽 一般的池子 常駐時 你如果想要抽冰璃的話 這樣就會有兩隻 冰屬角色 資源的投入 就會比較不夠喔 所以 這邊 你如果想要冰璃的話 我會建議你 先選 陰劍屏 所以你刷手抽的話 你如果真的很想要冰璃 你就先刷冰璃 先來看一下 古倫德 古倫德他就是一個坦位 其實也算是 T1角 也是蠻優秀的 但是在 新手三隻裡面選的話 比較少人會選到古倫德 畢竟 手遊玩家很多都是男性喔 那不是選妹子 不然就是選 以前的主角 強力的輸出 所以這隻坦 大家比較不太會去選擇 那其實他也是不錯的 那這邊 直接略過他 直接來看冰璃 那冰璃絕對是 我們常駐池 我最推薦的角色喔 他一定是T0角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移動雖然也是3 但是呢 我們看到他的天賦喔 每造成一次傷害 就會疊 一層 怒意狀態 那 行動結束之後呢 如果身上的怒意狀態有兩層 就會 獲得 再行動 5格喔 所以 只要疊到兩層 我們冰璃就可以 再動一次 非常的強勢 那怒意還有增加氣血外的全屬性 提高6%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一開始的 追襲這個絕學 氣血高於80% 就會主動觸發追擊喔 冰璃 除了大家 喜歡他 香 那他輸出也是非常的高喔 冰屬俠客 最強非他莫屬 那他的物防也高 那我們看到 這個絕學 攻擊單個敵人造成0.6倍傷害 並發動追擊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的去 觸發這個天賦喔 非常的強勢喔 再加上這個冰華飛翅 冰華飛翅就可以切入敵方 也可以拿來逃跑 那我們這個 直劍奉行呢 也可以代替有方承受攻擊 所以他也可以當坦用 那因為他的物防也非常的高 所以 難打 難坦 那這個定魂呢 受到致命傷害 還可以免除死亡 氣血還能恢復5% 所以真的是 非常萬能 又強的角色 所以呢我建議 新手抽到 陰劍品的話 就可以 去搭 這隻冰璃 那你如果 一開始三隻 是抽到風寒月的話 冰璃可能就不是你的最佳選擇喔 因為這樣 前期的資源投入 比較滑不來 我們就可以選擇 接下來 刷到這一隻 夏侯儀喔 夏侯儀算是 火鼠 咒師 非常 強勢的角色喔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天賦 氣血大於50%的時候 法攻提高8% 遭受傷害後 氣血低於50% 氣血回復100% 獲得 幽皇血焰狀態 持續兩回合 間隔4回合觸發一次 那幽皇血焰就是 除了氣血以外 屬性都提高10% 所以等於說 你的血量低於 50%以下 就可以直接再回血一次 回滿血喔 非常非常強勢喔 那絕學部分呢 也都是 增傷 還有扣防 總之呢 就是一個 非常 強力的輸出角 所以抽到風寒月 可以建議 先搭這個夏侯儀 那等到 比較 後面 比較中期之後呢 我們再去補習 前面想要的角色 前面我們都建議 一個屬性 一隻 絕品英靈就好了 那簡單來說呢 一開始 我們第一天 就是 這樣去做分配 陰劍平 搭冰璃 或者是 風寒月 搭夏侯儀 那其他角色呢 會不會出現在 常駐石裏呢 其實我不確定喔 因為 路版跟台版 可能有一些不同 我不敢保證 那我們還是講講 其他的角色 有可能這是之後的 石子才會出現 但先講一下 奶媽 最最最推薦這一隻 風鈴聲喔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天賦喔 只要 滿血石 就會提高法攻 那使用技能過後呢 自身兩格內的友方 就會恢復氣血 就會直接 天賦補血喔 再來我們看到 他的絕學 主動使用可以 另一個 以結束行動的友方 再次行動 並恢復氣血 這非常的OP喔 因為他可以讓友方 再次行動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加物攻 法攻 加的非常多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補血 還有驅散的效果 就是一個超強的奶媽喔 什麼奶媽該具備的功能 他都有了 所以這一隻角色會是 非常 強勢的人權角 那尤其 可以讓人家再動 這個真的是相當的OP 這一隻是 必須把他 抽出來的 那御風也就是刺客呢 我比較推薦這一隻 雁明蓉 他算是最強的刺客了喔 那前中期都可以拿他來練 但後期可能會被取代掉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天賦喔 主動擊殺敵人之後就可以 無視敵人阻擋再移動兩格 機動性非常的高 再來我們看到他的絕學 絕學 這一招有無視護衛 攻擊單個敵人 所以坦直接沒辦法幫他坦到喔 所以這個無視護衛 真的也是非常的強勢喔 那在前期的話 他算是非常好用的 御風刺客角喔 那拿來PVP的話 也是非常的好用的 好啦 以上就是 遊戲剛推出的時候 新手池子 風火重燃 跟 常駐池 時輪召喚的 角色推薦喔 這樣搭配會是 比較好 開荒的 那明天 正式推出當天呢 晚上的8點 我應該也會 直播天地節 跟大家一起討論一起玩 好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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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